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高盐食物的克星 咱们吃了也可以化盐 其实吧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那怕的是假 那怕假 那咱们就吃高假的东西 高假我知道了 高假的东西是香蕉 叫香蕉 土豆是吧 土豆 三样芋头 对吧 然后呢 其实这里面你看我们准备了这个三样食材呢 就是非常好的化解高盐的一个危机的状态 但是每一个食材呢 它有它自己的特性 你比如说这个香蕉含钾量高 对吧 但是我再问你一个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吃盐吃多的话 对身体第一大危害是什么 高血压 对吧 高血压 高血压怕什么 高血压怕动脉运化 对吧 动脉运化就容易出现易血脏气衰竭 对吧 那降压的最好的利器是什么 就是利尿 知道吗 降压的最好的利器就是利尿 所以说呢 我们这黄瓜也是能够缓解的 因为黄瓜当中 它有极好的利尿的功效 中医药膳认为呢 黄瓜有清热去火的作用 而且呢 有利尿的作用 通过利尿用的方式的话 能够达到一个降低 它盐对我们身体的危害 并不能说完全能够给它取消掉 番茄当中呢 还有大量的番茄红素 番茄糖素会夹裹着盐 然后给它排出体外 这是三种不同的食材 达到的不同效果 那韦市老师 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那如何辨别这个隐形炎的食物 是看食品的这个营养配料表就行吗 对的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你比如说包装性的食品 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 它配料表告诉你它的放颜量 其实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看什么呢 看食物自身的特性 因为不可能说 比如说青菜 对吧 水果 它不可能都给你带外包装 对吧 然后呢 它属于是什么呢 它属于是一种农产品 对吧 那没有外包装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通过食物的形状特点 然后呢 它的营养分析来看的 当然普通老百姓家里头 这种书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呢 你要鉴别的时候呢 首先要鉴别 比如说你要知道 那么几个高盐的东西 对吧 对